今天是要跟大家來分享這個攤斗 開始已經很多人在問這個很可愛的攤斗 哪裡買哦 那我自己都還沒有用過 我只是在教學的時候 我這樣子做釋放比較方便 因為我真正的攤斗是這一個 再一個 這個才是我的攤斗 這個非常好用非常的重 這個非常的久 久的一個攤斗 是我的形成的 那我現在拿來做手作用非常好用 那麼這個是教學的時候比較方便 因為不用拔這個電線 這個電線 這個能不能用呢 現在來做釋放看能不能使用 這個是拼豆用的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包裝 這個就是做手工的這個 拼拼拼豆豆 專用 如果你要賣的話 你可以去淘寶買 你就打這些字眼下去 小炭豆啊 什麼迷你炭豆啊 就可以找到 那我比較建議找可以有的調 好像是一個大的有沒有 這裡可以調的哦 是一個沒有地方可以調 就是這樣而已 好現在已經是插上電源 可以用了 可以用了 我自己認為是非常的不好用 它加熱很忙 然後它太小割 然後不夠重量 可能要燙很久才會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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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只有只有一個度數 就是 幾度就不知道哦 如果你要買的話 你去看應該是180吧 不會很高 還可以還可以黏住哦 這裡還沒有黏 所以呢 如果你是做非常小個的作品 可以用了 如果你是要做大包包呢 比較不建議買這樣的 這樣的炭豆啊 還可以用已經黏住了 我還是比較建議用這一款 這種或者大個的可以調 調它的這個溫度 好今天這個電炭豆分享到這邊 那下次有機會再來分享我的 嗯 防刃機